耶稣说完了这些话 就和门徒出去过了几轮席 在那里有一个园子 耶稣和门徒进去了 出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个地方 因为耶稣和门徒常常在那里聚集 犹大带着一队兵 还有祭司长和法利赛人的差役 拿着灯笼火把 武器 来到园子里 耶稣知道要临到他身上的一切事 就出来对他们说 你们找谁 拿撒勒人 耶稣 出卖耶稣的犹大和他们站在那里 耶稣说 我就是 他们就往后退 倒在地上 耶稣再问他们 你们找谁 拿撒勒人 耶稣 我已经告诉你们了 我就是 如果你们来找我 就让这些人走吧 这应验了耶稣说过的话 你赐给我的人 我一个也没有失落 西门彼得拔出刀里 让大祭司的胡人马勒夫看去 把刀收入窍里去 父赐给我的杯 我怎么能够不喝呢 于是那一队兵和千夫长 以及犹太人的差役拿住耶稣 把他绑起来 把他绑起来 先带到亚纳面前 亚纳是当年大祭司 该亚法的岳父 该亚法就是从前向犹太人提议说 一个人代替人民死 这是有益的那个人 西门彼得和另一个门徒跟着耶稣 那门徒是大祭司认识的 他跟耶稣一起进了大祭司的院子 彼得却站在门外 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出来 对看门的婢女说了一声 就带着彼得进去 先生 你不也是这个人的门徒吗 不 我不是 因为天气寒冷 徒人和差役就生了炭火 站着取暖 彼得也和他们站在一起取暖 大祭司查问耶稣 有关他的门徒和他教训的事 耶稣对大祭司说 我向来对世人讲话都是公开的 我常常在会堂和圣殿里 就是所有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导人 暗地里我并没有讲什么 你为什么查问我呢 问问那些听过我讲话的人吧 他们知道我讲过什么 你竟敢这样回答大祭司 如果我讲错了 你可以指证错在哪里 如果我讲对了 你为什么打我 亚娜仍然绑着耶稣 把他押到大祭司 该亚法那里去 西门彼得仍然站在火旁取暖 有人对他说 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 不 我不是 但是彼得夫人 有一个大祭司的仆人 就是被彼得消掉耳朵的 那个人的亲戚说 我不是看见你同在在园子里面 没有 立刻击就叫你 还算是 公子 有军 轻松 在书 书 几书 一 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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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军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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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